我的老天啊 最近每天上午都要開車去會場 來回每天都開將近要300多公里 泰國每到7月中到8月是他們展覽的旺季 也就是所謂的商展 所以我每天必須要帶泰國的人去展場 也招呼一些台灣來的廠商 所以等於就是做中間的角色 而你們看這些泰國的狗啊 每天都很peace 所以在馬路邊倒數睡 而更瘋狂的是啊 有些台灣廠商在這邊展覽簽證到齊了 我還帶他去柬埔寨邊境 跑新的visa round 超級的遠 好我先來休息站 買個咖啡跟吃個午餐 你們看這就是泰國Amazon咖啡廳的泰式甜點 這些甜點主要是又甜又鹹 但是配上黑咖啡 倒挺合適的 我點了個冰美式 把冰美倒到保冰杯 這樣就可以保冰一整天 而我的午餐固定就是在休息站 再買這個烤豬肉啊 搭配這個糯米 這樣吃便宜又可以保餐一頓 非常的好 真的兄弟們有機會這樣試試看 這樣搭配冰美式 吃起來喝起來會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OK我到了秀展了 這裡就是Mega Show 也就是像泰國的世貿 就像泰國的貿易中心 主要各大的展覽啊 或會議啊都會舉辦在這裡 而這裡面是真的超級大 挺好車 他這個會展的會議中心 英文叫做Bitech 而今天的秀是Mega Show 為什麼叫Mega 就是他裡面這次展的東西太多了 也太複雜了 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了 今天是助展的第一天 所以不會有什麼人潮 但主要是把泰國的這些廠商朋友 跟台灣中國香港的廠商們Connect起來 你看他這邊有很多啊 有禮品的電子的照明的 還有一些硬體跟一些保健的東西 還有寵物相關的 所以你看那個展 那要怎麼形容很複雜吧 他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們叫Mega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到Bitech 之後幾乎天天都要過來 趁廠商還沒有到的時候 我先來這邊逛一下拍一下 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重點這幾天還要跑兩趟柬埔寨 這樣來回開車差不多就600多公里吧 而且是當天來回 因為台灣同胞還有英國朋友 他們的簽證都到齊了 這裡就是他們的計程車接駁區 現在走進來冷氣很涼空間很大 這是第一天進駐的上午 所以都還沒有什麼人 但是這個展場它的空間很大 而且聽說這裡有很多的美食區啊 我在想他們不會搞的 就像夜市一樣 不知道在泰國什麼都有可能 就是這個Mega show 這次主要是這個展 而這都是一些贊助的support廠商 這個Bitech會展不錯 除了停車會很多不用錢之外 他這邊咖啡廳也非常的多 而且在會長裡面還有銀行啊 所以對於來這邊餐展或辦事的人 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這些是這幾天會上台分享的人 這個Mega show主要的展 它裡面的展類非常的雜 那個物品啊 甚至還有玩具類的 所以這個很像生活禮品用具展 所以來這邊參展的廠商很多 尤其以亞洲東南亞 像中國香港的廠商特多 還有印度巴基斯坦 用條碼刷進去 這邊就是他的展場 你可以看到這個挑高的感覺 呵呵 這只是一個廳而已啊 他的展場是非常的巨大 才一進來你看這個電子區啊 有賣音響啊 又有喇叭 還有手機殼之類的 你知道這個感覺非常的雜 品項還有風扇 所以這邊走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 你也是在逛泰國的夜市 只是這裡沒有東西吃 吃的東西應該都在周遭 而這是監視器啊 所以這邊是以中國的廠商為主啊 而這次的展是中國廠最多 這一攤子啥 什麼OEM OT ODM China Expert 中國專家又抖音 這可能就像一種行銷顧問公司之類吧 這個是他的VIP Lounge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休息喝水泡茶喝咖啡 你們看到這些橘色的板子 全部是中國廠商 不過我家那位也說啦 中國廠商來這邊參展 幾乎都是不佈置的 這跟以前他在日本公司的日本商展是不同的 日本人會把每個會場都佈置的很精緻啊 好啦 右手邊的橘色就是咱們的台灣同胞區啊 只是咱們又被吃豆腐了 你看中國廠商是橘色板子 而台灣廠商也是橘色板子 目前確實是這樣 以泰國的政府部門角度來講 他們現在對於台灣人跟中國人 他們是基本上會歸納成一個區塊 所以也就是剛我講到簽證的東西嘛 現在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如果要有相關的簽證 辦在泰國會越來越困難 而且越來越貴啊 所以像現在不論是開戶 或者說你跑邊境 跑簽證的Visa Run 現在台灣人的價格跟老外的價格就是不一樣 而且這價格往往是差到兩倍以上 所以這就是祖國給我們的紅利 有不少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廠商來這邊參展 也就是很多都是以衣服布料或布包為主 而台灣的廠商也是非常的多 你們看這個整個看過去 這片橘色的全部都是台灣來的 台灣來參展都是同胞 所以物品的種類太多了 所以你很難去歸納 總之我們就統稱這些都是生活用品吧 而這裡主要都是禮品 有很多像瓷器的杯子啊 盤子馬克杯之類的 而隔壁這邊還有一個俄羅斯的 俄羅斯這好像就是他們的民族傳統服飾吧 大家就在在努力的推銷自家的東西 這裡好多的杯子啊 器具的代工是什麽油啊 這個是食用油 還有這些包裝品 還有packing的這些主要都是中國廠商 這裡還有steam cleaner 這裡逛起來真的很像在泰國逛夜市的感覺 東西之雜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種不一樣的 怎麽講精彩吧 因爲你都不知道下一個攤位 會擺出什麽樣的東西 看這邊還有衣架 然後邊邊呢都是泰國的廠商 泰國主要就是很多以生活用品 辦公用品 還有一些包裝的東西為主啊 所以我要來找我的泰國廠商了 只要從年中開始到年末啊 泰國都會準備很多的公司禮品跟紀念品啊 而這些都是幫他們代工跟上圖跟包裝的 所以舉凡像什麽文件類啊 充電寶啊 筆啊保溫杯 都可以當做禮品 因爲泰國主要也是跟西方一樣 他們會是送聖誕節跟新年 所以你們看是不是真的很像在逛泰國夜市啊 這些鑰匙環都好可愛啊 而且隔壁這一天是像在 呃這乾燥花之類的東西吧 呵呵呵 非常的night market oh yeah Bruce Lee man 呵呵 李小龍 這一定是從香港來的廠商啊 來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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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 進去 誒 這些都是香港來的手錶 他到底有什麽 什麽叫 drum roller movement watch 這錶有什麽特色 啊 應該是他變換的時間方式 我來問一下 so like this one what is we can do specialized movement yeah this one has the 4 type of gearbox so here you can see have 24 hours yes have 2 24 hours and also have other hours and minutes so it's all in one 呵呵呵 這些錶啊真有意思 只是我現在人生到另一個境界 年紀大了 我現在身上都不代錶 連跑步也不代表了 人生一切重簡啊 哦哦哦這很合理啊 這個中國廠家他們來這邊斬水槍 好多各式的水槍 你們看如果這個世界上大家都用水槍在打仗 這世界是不是很和平啊是不是 你看這些連這些穆斯林的回教徒啊 都來這邊用水槍 他們講究世界和平 呵呵呵 電子水槍現在在泰國很紅 而這邊就有防水包啦 果然這一個區域就波水捷系列 哦這一區就叫星巴克代工系列 你們看這些BlingBling的粉色 就是之前 Blackpink在泰國最紅的Blackpink紀念碑 而這裡是阿貓阿狗的區域 而還有行李箱 行李箱的廠商也很多 哦還有這些公仔 這個看起來就很像泡泡馬力 Pubmar 這也是代工區啊 那我們就直接請他代工我要的樣子就好了 哇還有藝術耗材的用品區啊 呵呵呵 真的是好多東西啊 在泰國最常看到中國人就這樣直接直播啊 這個是熱的收縮風包機 就一種包裝機啊 這個就看這個打奶泡打咖啡都很療癒啊 這種自動 攪拌機啊 這個西克勒就是客製紀念品 只要到了年中之後 泰國這邊很多廠商 都需要這種客製化的紀念品給客戶 而這間是貓沙 嚴格說這個沙是紙座的 所以他的環保性更好 而且更能吸收濕氣啊 他是用大小來分貓的種類 這一區就是MegaPets都是寵物相關之類的東西 而他們這邊有很多的洽談座位啊 這個到了周末會有非常多的參觀者跟買家跟賣家都在這邊做生意 這就是座談分享區 而這裡呢就是美食用餐區 你看這邊是不是弄得很像夜市啊 也是擺很多攤子 哇這些攤子一看就很好吃 而且選擇性很多 所以你看在泰國的秀展啊 逛起來的氛圍也是不一樣 他們總能把這種夜市的文化 帶到展場 而你更不用擔心座位去會不夠 你們看 每一攤一看就知道非常的alloy 哇還有賣新鮮的壽司啊 泰國人是真的很愛吃壽司 到夜市到哪 都可以看到這種壽司攤販 而這個就是像日本的青乳酪 哇這裡還有paddle的廠家 不過也合理 在泰國這種衝浪啊 單板啊 反板的東西 很盛行 因為這邊海灘活動很多嘛 所以這個邊角的廠家 都是賣一些比較硬核的東西啊 而接下來還有居家用品的家具展 哇 所以整個8月是泰國的展覽的望月 所以你看他們這邊的schedule 從7月開始啊 在BedX所展場的東西就非常的多 所以7 8月是很多做貿易的人 是非常繁忙的時候 哇 你們看走到Bitech的B1 萬一樓啊 地下一樓這邊就是Foodcore 所以這會不會很有種熟悉感 這就像泰國各地的百貨公司 跟賣場 的美食街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怎麼講 這邊真的是很方便 你可以選的食物也很多 整個的氣氛就是讓你很chill 所以你在這邊好像一切事情都可以很容易 坦承一樣 你看他們這邊atm 他們把各家銀行的atm擺在一起 你覺得這是不是很貼心啊 泰國就是這樣子 不單只有室內 你看他還有室外戶外的那個用餐區 所以整個那個vibe就是非常的泰國 在這邊就是讓你好心情 所以走出來還可以吹吹風曬曬太陽 而且還有草皮區也可以坐在草地上用餐 而對面正在施工呢 就是又是新的shopping mall 所以這就是泰國 好了我得去見我的客戶啦 今天就先聊到這 we love Thailand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